来自不同军校的十几个参赛班,参加山地比武挑战赛。 面对落后其他参赛班的情况,学员一般能否一步步赶超,为荣誉而战。 两天两夜的时间里,接近精神和体能的极限,出现矛盾的军校学员又建立起怎样的战友情。 军事纪实本期播出,突击2016,山地比武纪实上级。 做着最后的热身准备,参加山地比武的一般已经蓄势待发。 今天我们要行军差不多20公里,对体能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行李上我们已经做了充分准备,现在只点一声令下。 联导命令你办,迅速向陪家营地域开心。 事后清楚? 是! 出发! 加多多,谁路都来! 盘旋在山前的无人机和隐蔽在树丛中的观察哨,搜索着学员们的身影。 规避侦查这个课目,模拟在实战中躲避敌人前沿阵地的各种侦查手段,潜入到敌人腹地的这一过程。 作为参赛班,沿密林深处沟谷一带行进,能够比较好的挥避侦查。 这也是山地步兵的典型渗透的方法与手段。 像这几个被侦查到的参赛班,他们这个科目的分数将会很低,甚至被取消。 而一般的行进路线比较隐蔽,但他们吃的苦头也多。 三十多度的气温,负重二十公斤以上,在山岭里连续行进了一个多小时。 一般已经和寿领任务出发时大不一样了,他们的体能消耗很大。 有大路你不走,你为什么走小路? 大路比较危险嘛。 大路比较危险嘛,我认为。 大路有情况吗?难道? 不知道。 那为什么不走大路? 怕路上有情况。 班长,我觉得到了现在就不。 怎么了?你别说话,不关你的事。 你听我说,班长,你听我说。 好,没事。 你走大路被发现怎么办? 你要我们全被淘汰吗? 如果我们走大路的话,一旦被发现。 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怎么走才符合实战要求。 但在体能跟不上的情况下,烦躁的情绪逐渐在每个人的身上蔓延。 一般由九名军校学员组成,他们参加的是由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国防科技大学,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等三所部位院校举办的突击2016山地比武邀请赛。 这次比武,共有14个参赛班,那么这个一般会有什么表现?他们最终的成绩又将是怎样的呢? 。 这个路怎么那么难走啊? 杨飞小! 路是不是走错了? 你看看兄弟们,我累成什么样了? 一下穿泥 一下要穿一下 老板现在倒过 那你不穿泥 你去走大路去吧 那大路是能走吗 这里就只有 这个泥里面就只有这么一条路 我就问你还有什么时候到 就这么远了 就这里上去 这里上去 然后就是下坡 没有一个人 报告这个情况 一般的学员们 都是第一次参加山地比武的 大二生 与其他参赛班 大三大四的学员相比 他们的军事素质和经验 都有差距 而在这次比武中 他们将怎样提高呢 今天的侧重点 主要考察班长的 组织指挥能力 全班的协同配合能力 以及全班各个战斗员的体力 耐力和毅力 潜入敌人腹地 天难跋涉的一班 亦能消耗海荡 这个时候 最需要班长发挥作用 但短短的一上午时间 我们的摄像机 就派到了班长和莉莉 几次发火 他 刚才看着我看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好好看 你是导航员 路难道你不清楚啊 你哪个地图是干什么用的 站住 站住 算了 一班班长和莉莉 性格十分要强 上个学期 他一路杀进 全校体能比武的决赛 并最终获得冠军 这个学期 有机会参加山地比武 实际正盛的和莉莉 毛遂自荐 担任了班长 但自己的素质不错 并不代表和莉莉 就能带好整个班 前方的目的地 总也看不到尽头 和莉莉的心情 一直都是焦躁 这啥机在哪里 就是它没发现你 它肯定不会飞嘛 它不看到你 它才会飞过来的嘛 证明我们走对了嘛 我导航员在把我们往谷里面带啊 路很难走 现在我们只有 你只有相信他了 将近三个小时了 就在一班即将走出密林的时候 一架无人机突然飞到了他们头上 一班要马上进行引逼 这一条是我们仓主的必经之路 然后还有无人机的侦查 还有上面大陆上的敌血龙分队 可以说这是敌人的地盘 要想要生到过去 必须要通过这一条过 二组发发情况 事实上 这一次从无人机拍摄的画面中 并没有发现任何一名一班学院的身影 这意味着他们隐蔽得很好 而一班赶到了这条路的边上 规避侦查这个课目也就结束 一班究竟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成绩呢 我们一天已经超时了 超了十分钟这样 二十分钟 由于体能下降 刚才一班在山林里耗费了太多的时间 按照比武规则 严重超时的一班分数将很低 在十四支参赛班里 他们的成绩只能排在倒数 短暂休息了几分钟 班长何丽丽就催促着战友们动身 这次的山地比武将连续展开两天两夜 完成一个课目后 要马上进行下一个课目 这是一处天然的水潭 接下来一班要参加的是水上操舟课目 水上操舟 是官兵们在山地作战中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 在山岳丛林环境中 分布着很多大小不一的河道 湖坡 能够利用舟船过河 是最简便 也是最省劲的方式 可是一般刚一上来 方向就偏了 水上操舟课目 一般接连遭到了怎样的打击 在成绩继续下滑的情况下 临近傍晚 他们又因为什么几乎被逼到了绝境 军事计时正在破突突击2016 山地比武计时上级 再打回去吗 对 走走走 好 这边抓 打方向 方向方向 一般的冲锋舟偏了 他们需要重新确定方向 而这个事物耗费了宝贵的时间 准备 一般还想把前面耽误的时间赶回来 一般的冲锋舟快要滑到终点了 为了把冲锋舟从浅滩拉到岸边 无意间一名学员扔掉了船桨 打捞喘起 一般的时间又被消耗掉了一些 根据比武规则 等全部器材带回后 才算完成这个课目 报 机构完毕 11分 08秒 打错了 打错了 不行 打错了 水上操作课目 一般出现两次比较大的失误 在14个参赛班中 他们的名字恐怕又要下降了 摊坐在地上 几度疲惫的一般的学员们 已经沮丧得不想说话 一般的成绩还在往下滑 而这一次 班长和莉莉 竟然没有像之前那样发火 兄弟们 大家听我说一下 虽然我们超周 存在的15 确实很累 大家都很累 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坚持 军人就是靠一地 对吧 后面我们掌握了动作要领 你看还不是滑了过来 前面的话 虽然滑歪了一点 但是没事 我们已经改过来了 比武的课目仍旧连贯进行着 每一个课目之间也都在计时 并不会因为哪一个班的表现不好 而给他们额外的时间来访思 简单地总结了几句话 一般又出发了 张耀生呢 没事 晚上六点 在完成了一连串的课目后 一般的学员们已经筋疲力尽了 班长和莉莉上个学期 曾经夺得校级体能比武冠军 但即使是她 到现在也已经没劲了 怎么一起一起的了 很难说吗 脚抽筋了 抽筋是吧 我感觉我们现在已经是 体能上已经透支了 用毅力在战斗 在到达输营点之前 一般还要完成最后一个课目 而这个课目也是这一天中最难的 这个我们是模拟一个三叶丛林钉 当中的一个好沟 就是说我们假想 这是一个敌方 一先布设了地楼和竹签的那个一个障碍 那么就说如果他要从下面走的话 那就是阵亡了 肯定就暴露我们的行动和企图 现在就是要叫他通过一个班的协同 通过打设一个桥 从上方通过 之前很多学员在搭设独木桥的时候 触到了一区被判阵亡 甚至有一个参赛班 因为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搭设好独木桥 而被判全员阵亡 在这次比武中 他们将没有名次 这是个要求严格的科目 如果出现失误 结果将非常严重 一般能不能闯过这一关呢 怎么 啊 球是吧 这两个大腿 两个大腿 两个都出去 把球卷了 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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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卷了 对 卷了 那为什么卷球 卷球 卷球 非常坚持 好 坚持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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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没事吧 坚持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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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坚持一会儿 尽管一般学员们的体能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但此时 他们仍要马上参加 最后的一个课目 没多多次了 这根巨大的 用于搭设独木桥的原木 重达四百斤 一般的学员们 是想把原木 在豪河边上 先竖起来 而这个做法 和之前我们了解到的 正确的方法 不谋而合 最好的方案 就是要把木头竖起来 然后前班 协同 把木头竖起来 倒过去 加油 一 二 尽管一般把原木竖起来 但想要把它放到在准确的位置上 却很难 这个方法不行 来 我们 换一种方法 这个可以稍微 这种方法 一点点往那边挪 对 来来来 要超时了兄弟们 再来一下 你等一下要勤一下 还要 对 稍微 在那弹起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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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事推 电脚都够了 一直够了 不够 一 二 来 一 二 来 来 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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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二 这不行 尽管一般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但独木桥的大社却迟迟没有完成 如果再这么延误下去 超过了规定的时间 他们将会因为有课模没能完成 而最终被取消比武的名字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失 一般的学员们异常交集 没有 还有背包什么呀 听我讲一下 背包声音 两个人负责 打两个机 一边拉那边 一边拉那边 全部人直接往上台 两个人稳住一下方向 关键时刻 学员才让扎西 想出了新的方法 但这很可能是一般最后一次尝试 这些方向稳一下 不然我们左右晃 你发现没有 两个人去往这边 来 散步 散步 你两句用一天 你两句是太重了 这个木桥 放松一点 那个 好 对 一 二 一 二 二 你得踏了 走 走 走 这次一班的独木桥终于大事成功了 恰在了规定的时间内 一班所有人都迅速听过了好沟 慢点慢点 坚难完成课目 一班的学员们如释重负 结束了第一天的比武 一班在14个参赛班里紧紧牵连地方 到达宿营店 他们将得到保护的休息时间 但第二天一早 等待他们的还有一系列的科目 一班的成绩能不能有所提升呢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呼机2016 山地比武 即时 下集 来自不同军校的十几个参赛班 参加山地比武挑战赛 面对落后其他参赛班的情况 学员一班能否一步步砍超 为荣誉而战 两天两夜的时间里 接近精神和体能的极限 出现矛盾的军校学员 又建立起怎样的战友情 军事纪实 下期播出 突击2016 山地比武纪实 下集 一天 热 智装